对于一个讲了好几年科幻小说的主播来说 无人生空这个游戏当然是喜欢玩的 以前电脑配置不够 最近借了朋友的一个八手的XBOX 所以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刚出生在这个星球上面的时候 它上面全都是毒物 非常有毒物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任何一个藏身处 这个星球也很荒凉 我都不知道该在这里做些什么 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快被毒死了 我赶紧首当其冲要盖一个房子 但是盖这个房子过程当中 我连门都摆歪了 后来我发现盖了它之后 这个东西到底 它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呢 就有它没它不是一样吗 后来我离开了这里 我打算要去别的地方探索一下 毕竟这个地方连房顶也没有 有它没它也一样吧 于是我开始观察我所在的地方 我离开了这个星球 我发现了一个可以更换服装的地方 我打算先换一身 这一身比刚才好看了一些了 于是我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飞船 我以为这个马上就会属于我了 但是没想到它是一个坏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修复它 我继续探索 我发现了有一个重卵 听人说这种重卵拿走之后会非常值钱 于是我就拿走了一些 但是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这帮东西开始疯狂的追逐我 就好像是一神一样的 拼命的跑 拼命的跑 但是我发现这时候我跑的并不快 但是最后还是把它们给甩掉了 于是这个星球也非常危险 辐射很大 我要躲进我的飞船 去到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呢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建筑 但是我打不开这些仓库 需要一个特定的道具 叫做阿特拉斯通行卡 我目前还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打不开 根据任务之引 我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星球 这个星球真的是花草芬芳啊 到处都是非常美 天也非常蓝 气候宜人 也没有什么伤害我的东西 而且建筑物也非常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 现在更新到这个程度 整体的画质都非常的不错 那么我决定把这个星球 就当做我以后常驻的基地了 这就是我的家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悠闲的心上景色 但是同时我和这个星球上的守卫 发生了战斗 我发现把它们打死了一些之后 可以得到很多特别值钱的道具 而且也可以换到很多的这个 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小宠物 可以把它收为我的彩色的小宠物 我继续和这些守卫战斗 得到的东西真的都很值钱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惨痛 我在这里死了两次 因为最开始他们的攻击率真的很高 所以我只能像我的世界一样 放地下挖洞躲起来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他们就变得很蠢 可以随便被我打 我就利用这种地形优势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候只有两星的暴警 现在达到了三星 达到三星报警之后我感觉我打不过他们了 于是我就逃跑了 继续拼命的挖拼命的挖 我在地下跑 他们在地上追是追不到我的 于是我挖了一个很长的洞 把他们给甩掉了 甩掉他们之后我尝试要跑出去 但是发现我已经跑了太深 好像深不见底 在这个时候我终于挖通了 可以重见天日了 真的是让人感慨 在夜里这个星球会盛开一种叫做脉冲痘的东西 它非常漂亮 在夜里很容易发现它 而且也很值钱 现在我盖了太阳能板 可以为我的基地进行一些简单的供电 而且我还盖了一个仓库 可以存很多的东西 目前这是我基地的供电指数 我继续在探索这个星球 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 我在这里流连往返 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 我在充分地欣赏这些东西 但是我感觉很开心 于是我继续和这些星球的守卫发生战斗 这里有一个机器狗 大家要格外注意 如果你第一次遇见它的时候 你恐怕会有危险 我虽然已经把游戏难度调成了简单 但是还是死了好几次 它们会隐身 把它们打死之后会得到很好的奖励 这是四星的警卫 就有比较大的机器人来攻击我了 这个时候我还是打不过的 所以我逃跑了 依然是用地盾的方法 把地盾逃跑的方式 这个星球的水面 现在已经被游戏公司优化得很好 水下也有很不错的景观 以后有了潜水艇之后 可以更好地欣赏它们 那么我要驾驶飞船 离开这个星球 去探索一下别的地方 果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是永远吸引着任何一个敢于冒险的男人 来到了这里之后 我发现这里是一个所谓的基地 基地里面有一个可以购买武器的东西 我在这里就购买了一个 我后期用的一把武器 攻击力变得非常高 之后我断着把这个武器进行强化 可以很轻松地打在四级 乃至于五级的守卫 特别想给大家看的是 到五级的守卫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各个位置都可以打爆它 然后打死它之后 可以采集它身上的东西 都很值钱 然后也可以变卖掉很多的纳米星团 我发现纳米星团这个资源真的很宝贵 我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货团 而且可以购买它 但是其他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 而且它很贵 需要好几百万的货币 在这里意外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叫做新海孤舟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太空异象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玩家集合的一个场所 从这里才可以给很多的道具进行升级 而且只有这里可以买到很多的关键的升级道具 我很幸运提前发现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发的一个可以贯穿整个座山的洞 可以看到山的那一边 我是不是非常有行星啊 可以看到山对面的景色 像我的世界一样 于是这就是我在那个意象当中发现的升级的道具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叫做什么博弯系列 漫游热博弯 巨人博弯等等等等 这里就可以穿一个大型的机甲 这个应该是巨人博弯里面召唤出来的机甲 它真的很好用 一下就可以跳到很远 而且它可以无视地面的阻拦 可以把这些树木石块都踩碎 然后它我觉得用来爬高还是很方便 终于结束了我漫长的步行的生涯 我步行已经走了好几十公里了 有了它之后 我终于可以更加高效快速地爬山 和寻找那些升级的部件 然后这些载具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升级 有它真是太方便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它更快的交通载具 但是我还没有升级完 要下一步我才能知道 我继续探索一些未知的建筑 这个游戏的建筑真的非常丰富 这里又发现了虫卵 我不打算惹它肯定会招来什么东西 我来到了一个建筑里面 这个地方好像被某种昆虫给 有人打我 原来是一个长长的像蛇一样的东西 我把它杀掉了 我发现即便是简单的难度 也消耗资源非常快 要不断地积累这些飞船的能源 给它进行一些补充 才能够愉快地自由地探索 然后我发现这个星球 比我预想的要大很多很多 尤其当我走出很远了之后 想要回到我的出生地 回到我的基地 要飞很久很久 真的是太大了 这里我又继续探索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基地 但凡是这种未知的基地里面 都会有一些纳米星团 纳米星团这种东西 有多少都不够用的 我才发现这个基地原来有个停机瓶 早知道我把飞机停到这上面来 那么最后呢 我打算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下 这里有座椅 那么这次先节目录到这里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玩 很舒服